人都得让他得罪劲了 咱不少朋友看过去 一看通证记 说那朱元璋怎么来的 原先是个和尚 穷的在庙里喝珍珠翡翠白鱼汤 这朱元璋呢 后来还俗了 一门心想干件大事 他准备反对大元朝 加入名教队伍 当时他上级郭子兴 听信下本人挑拨离间 把朱元璋给抓起来了 就要把他饿死 他老婆马秀英 那是冒着生命危险 从厨房里偷出两个蒸饼来 穿自个儿怀里给朱元璋送去 朱元璋在牢里没饿死 可是呢 这饼太烫了 把这马秀英整个胸口都给烫坏了 就是他是为了自个儿丈夫啊 不顾一切 后来朱元璋得势以后组成军队呢 跟陈有亮张仁成开仗 争夺大明天下 有一次要陈有亮给打个稀里花郎 大将往后 朱元璋受伤了 马皇后背着他就一溜小跑 总算这条命保住了 朱元璋说 多亏武器是大脚啊 这小脚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走两步摔跟断 自个儿命搭这儿了 他说我能有这命 多亏我媳妇是大脚 所以说这马皇后给朱元璋立了不少功 那么做了天下以后 咱们实时求是说朱元璋这个人呢 当皇帝有很多缺陷 致命缺陷 因此他这个人呢 浩大喜功 愿意显摆 第二个小心眼 多少年前谁借的一分钱 他都记着 第三个呢 这个人多疑 有着妄想症 特害妄想症 就跟曹操的总怀疑是吧 这个要害他 那个要刺杀他 总有这个事 所以这个朱元璋呢 信不过身边的人 动辄就动了杀机 他一动杀机不要紧 咱们有朋友听过书知道 像这个常玉春啊 徐达啊 这些跟随他多年的 打钱下老哥们 什么唐和邓玉啊 这些人都陆续的被朱元璋给害死了 这个马皇后那个时候 就极力劝他 你可不能这样 你这样谁敢给你效力 你个小东西 胆子不小啊 你还敢顶撞寡人 皇上不是明君 可不能惊喜小人之言 胡乱猜疑 从婚前进世 混账 哎呀 皇上息怒 小东西 你怎么那么没有历练 没有臣服啊 不管怎么说 你不能顶撞皇上啊 有话好好说嘛 皇上息怒 一有功 你怕他功高震主 再谋反就害人家 所以当时马皇后呢 据说啊 帮朱元璋啊 这也不算帮朱元璋 违背朱元璋的意思 保护了很多老部下 你比方说朱元璋 手下第一谋士 清田刘伯温 这刘伯温原先呢 当这个朱元璋 天下太平之后呢 刘伯温从老家清田呢 带过一大块田黄石头 咱们现在都知道 这个中国斯大明石 有田黄 有鸡血石 有巴林石 也有清田石 这么几种珍贵的石头 这田黄呢 献给了这个朱元璋 朱元璋呢 就用他呢 刻了一幅 这个 刻了一个就是 艺术品吧 艺术品是什么呢 一个这个莲花的叶子 上面拖着一个大盆桃 田黄石头 看着漂亮 马皇后在后宫呢 对这件工艺品 喜欢的不得了 有一天呢 他跟朱元璋聊天 他就发现 朱元璋灭露杀鸡 不是好颜色 他就偷听朱元璋啊 跟太监传旨 他发现朱元璋 要把刘伯温杀死 哎呦 马皇后一看 这怎么可以啊 可他怎么劝呢 朱元璋这时候 杀鸡已定啊 不行啊 生性多疑的朱元璋 起了杀心 开国功臣刘伯温 危在旦夕 马皇后如何声明大意 帮他逃离险境 马皇后灵机一动 把太监叫来了 他就把那件工艺品拿来了 你呀 速速的 给刘伯温大人送过去 下午这工会 就送到刘伯温府地 刘伯温一看这个 刘伯温呢 赛事诸葛多聪明啊 坏了 皇上要杀我 我得赶紧跑 趁着朦胧月色 等到晚上啊 连夜他跑了 他怎么值得忙活 救他 你看呢 我前面说 这雕缩是什么呢 一个莲花叶子 上面是个桃 这叫什么 连夜脱逃 哎 你昨天明目的 连夜脱逃 你得赶晚上赶紧跑 再不跑 你脱不了针了 所以刘伯温 跑回老家 这算拜马皇后所赐 算留下了 大兵开国功臣的 一个血脉 那不仅仅是这些事 这都是历史传说 实实在在事是什么呢 这朱元璋啊 小心眼都什么程度呢 你看他媳妇 大脚马皇后 人长得挺难看吧 马修营不好看 可是这话只准 朱元璋自个儿说 别人说就不行 你要民间老百姓 哪人说 哎呦 当亲皇上 那婆娘是大脚 哎呦 长得难看 只要他听着 咔咔 就杀了 杀了不少人 马修营急了 跟朱元璋说 你不能这么干 那天下都是你的了 老百姓有的笑话我大脚 长得难看 怎么了 你给老百姓提供点乐子 不行吗 再者说了 你这哪是护着我呀 谁一提我 你就杀 一提我 你就杀 把我当温神造爷了 你这是害我呀 不能这样啊 后来朱元璋听了 马修营的 这才算是 谁再提 马后大脚 他不杀了 你想这要这么下去 朱元璋得得罪多数人 说不定天下都做不了了 马皇后总是借着 宴请朝臣的时候 给这个敬酒 给那干嘛的 他也愿意抛头露面 来解决这些矛盾 那么最能反映 马皇后这个人呢 贤惠 用自己的人格 来维护朱元璋 是什么事 马皇后死的时候 马皇后呢 活了52岁 临终之前呢 他知道自个儿 得了不治之症 朱元璋舍不得呀 叫了很多 一流的大夫 来伺候这个 马皇后 给他开药 姐姐 药已经煎好了 以后再是要反锁 我就不喝药了 姐姐 哪有人会害我 连太医都不相信了 没想到药开了一堆 都熬好在那放 马皇后是一口都不喝 皇上急了 干嘛呀 大夫给你开好药 你赶紧喝 马皇后就是不喝 零熬到不行的时候 跟朱元璋说实话 说皇上 知道为什么不喝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我这个病啊 好不了 我自分知道 纵有灵丹妙药 穷将寓业 放到我面前 我也最多不过呀 吃了这些大夫的药 多撑个五六天 我死是病 可是我死之后呢 你一定会怪罪 这些大夫开的药 没帮我治好 说不定迁怒于这些大夫 二十几条人命啊 就都没了 我是怎么想的呢 如果我一口药不吃 你不能说是大夫 把我害死的吧 你得把他们放了 没事 这二十多个 一流的大夫放出去 能救多少天下藏身啊 多少人因此得救啊 我呀 用过五六天的命 换回他们二十多人的命 让这些人出去 玄乎济世 造福苍生 这多多少少 都得感念你皇帝的好吗 也算为你 积些殷德了 马皇后靠自己的人格魅力 帮助元帐 温住了大明江山 其他女人 还有哪些忘夫的手段呢 大叫马皇后 何等的贤慧 这是用自己的人格啊 维护了朱元璋的形象 所以朱元璋后来的历史 这一项 虽然他这毛病那毛病 你看大明开国的时候 以他这么一个出身 这种文化素质的 还没闹出太大乱 也就说 这叫什么 家有贤妻 男人不作恶事 所以这个大叫马后在历史上 这是真真正正靠自己本事 靠自己伟大无私的人格 忘夫的 非常了不起 再有一种呢 就是凭借着自己的智慧 来忘夫的 这个传说当中说呀 朱古亮 朱古亮他老婆 长得难看 说是怎么难看呢 皮肤比较黑 头部还是黄的 有人说他不挺时髦吗 现在韩国好多影星不都这样 特别只能不能帮我 推荐根 确实很像 质素质 麻烦 全费 给你 我 不管 自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忘夫帮助自己老公 所以你看今天我给大伙说 凭着人脉忘夫的平洋魏子夫 凭着人格忘夫的大小马修英 凭智慧忘夫的黄岳英 凭勇气忘夫的邓文迪 他们为什么我们说在对自己男人帮助大伙子 他们心里面始终装着自个儿男人 以自个儿男人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 而且这个利益还不是眼前利益 替他从长远桌下 咱们现实当中有的女的 我也顾家呀 我为了我老头 为了我丈夫 为了我女儿